当地时间3月6日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 撰文称 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帮助世界 摆脱西方主导的殖民历史遗迹 如今 俄罗斯将与其他国家一道 给西方世界新殖民主义野心的棺材上 盯上最后一棵钉子 据新日俄罗斯消息 梅德韦杰夫在统一俄罗斯党网站发文 表达了上述立场 他在文章中称 地缘政治动荡 切开了我们这个世界老问题的浓窗 殖民历史的恶性肿瘤 需要一场国际手术 而作为从未有过殖民地的国家 俄罗斯完全有资格帮助世界 摆脱西方主导的殖民历史 现在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一道 给西方世界新殖民主义野心的棺材 盯上最后一棵钉子 梅德韦杰夫提到了 阿根廷要求英国 重启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谈判仪式 以及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史 他说 去年马里和中非共和国都决定赶走法国军队 正表明了这种历史趋势 梅德韦杰夫称 尽管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强权 仍控制着许多海外领土 一些国家似乎也不愿摆脱西方控制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 不再害怕西方的命令 开始更积极地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从事殖民列强的西方国家 势必会失去对那些土地的控制 自俄罗斯去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以来 俄罗斯多名高级官员和学者多次表明 打破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秩序 创建多极世界的立场 梅德韦杰夫在去年11月举行的国际党纪会议上曾表示 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西方国家 顽固地坚持本质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观点和政治学说 这种做法是一条死胡同 导致许多传统价值观泥灭 经济问题全球化 以及公民权利和自由被侵犯 去年12月30日 俄罗斯著名哲学和政治学者 由普京大脑之称的杜金接受专访时表示 俄乌冲突是世界上第一场多级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 俄罗斯为每个文明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而战 而西方则执着于不可能实现的霸权梦想 在不久前接受俄罗斯第一频道采访时 普京同样表示 俄罗斯正努力创造一个多级世界 而非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 正是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 独霸世界的企图 让局面发展成如今的模样 俄罗斯不得不做出反应